课程商品到底要卖多贵 或者是卖多便宜 才能够吸引到越多的受众 找到更多的客户 我们这一集就来聊聊 如何解决课程定价的问题 我们先讲结论 如果你对自己的课程商品非常有自信 我建议你直接订贵一点 把价格订高 你在做售后服务的时候会做得比较开心 而且可以做得比较久 做得比较认真 如果你的课程定价订得太低 低到你自己都觉得不舒服 你只是为了希望可以卖多一点的话 这样会让你自己之后的售后服务做得非常辛苦 然后你就可能会失去热情 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去对待你的客户 我就建议你 对自己的课程只要有自信 你就把价格订高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把价格订低一点就可以多卖一点的话 常常会吸引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客户 抱怨很多的客户 其实不只是课程商品 我们去看很多的实体商品也一样啊 像Nike的球鞋跟一般不知名的球鞋 为什么Nike就是卖的比较贵 可是Nike也不会担心自己因为卖的比较贵就卖不好啊 它不可能为了让商品卖的好 结果就把价格降得跟没有品牌的鞋子一样 所以价格它其实只是区隔不同的客户层级 不同的客群类别 那今天我们要做课程的商品 我们当然是想要找到好的客户嘛 其实严格来讲客户没有说好跟坏 而是适不适合你的商品 适不适合你的这个价位 那我们如果把价格提高一点的话 来的客户真的就会比较高端一点 我以自己的经验来讲 以前我在卖伺服器的时候 就是那种大型的电脑 我把它分了两种规格 一种是3万块以下 一种是10万块以上 这两种规格我分别做了不同的页面 一个网页是专门讲3万块以下的 一个网页是专门讲10万块以上的 它们里面承载的软体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成本对我来说其实差不多 硬体的成本呢 了不起差个2万块 因为一个是伺服器 所以卖十几万 一个是一般直立型的电脑 所以成本大概只有3万块以下 那这两种对我来说成本差没有很多 但是他们卖出去的售价差很多 3万块跟十几万 那我找到两种客户 一种会买十几万的客户 大部分是上市上柜的公司 一种会买3万块以下的客户 大部分是10人以下的小型企业 所以你说这两种商品到底差在哪里 对于电脑这种东西它差异主要是差在软体的功能 但是这两种软体其实是一样的 我只是把它装在不同的外观的电脑里面 配备不一样 那电脑硬体的配备其实它价差不会太大 但是软体的成本又一样 所以你看我当然是比较喜欢卖那种十几万的机器 我的利润至少有十万块以上 可是我卖了三万块的机器 我的利润搞不好连一万块都不到 可是它都卖得掉 只是它卖的课程不同 上市上柜的公司你觉得它比较少没有错 但是对我来说会买的客户 其实还远大于那些中小型的企业 那种小公司 然后大公司它看不上这种三万块以下的机器 小公司买不起那种十几万的机器 所以这两种就是不同的客群 用价格去区隔出两种不同的客群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课程想要大小通吃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规划 你可以去规划一个比较低价的课程 跟一个比较高价的进阶课程 让这两种课程的课群都可以去买你的商品 那低价课程你可以把它设计成初阶课程 但是你还是要认真的去教它 那只要它是付得起进阶课程的学员 它就会去购买你的进阶课程 那如果只负担的起你初阶课程的学员 至少你也可以卖到初阶课程 这是我过去在销售课程的实际经验给你参考 我过去在销售课程的学员